小梁 小梁 你干什么 今天不说你就不能走 我不想跟一个 喝醉酒的人说话 小梁 有些话我不喝醉酒 我跟你说不出来 顾小梁 我爱你 顾小梁 你跟我在一起行不行 你放开 但是我不爱你 我知道 我 我知道你不爱我 我 我知道你不爱我 你是不爱我 在你心里 原本就没有我的位置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以后你 也不会有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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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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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中不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我想嫁的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一直都知道 这个和睦我嫁定了 你怎么回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经理 什么事 明年的工作计划 这么快就完成了 我参考了部门前几年的工作计划 然后稍稍做了一下调整 明年定的目标是景区收入增长百分之五 不错不错 辛苦了啊 这个又是什么 在跟旅行社网络平台 线下各个促销渠道调研之后 我又另外做了一份全新的工作计划 做了两分 如果重新整合营销市场 我确信 明年的景区收入至少能增长百分之八十 你是要让部门所有人去跑渠道 我建议 每个人负责一个板块 我建议 还要开业佑活动 我建议 小丁啊 通知所有人下午开会 讨论李思雨 做的这个明年部门的工作计划 对 所有人 那我再去打印几份 不不不 还是打印这个吧 这是老的 咱们就讨论这个 为什么 按照总公司的这个规划 和咱们自己的未来发展啊 在发展的同时呢 要考虑到均衡 要考虑到这个五年大计 十年大计 还要考虑到这个 员工和公司之间的这个均衡利益 还要考虑 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所以啊 考虑到这个工作的联系性呢 咱们啊 还是讨论这个 思雨啊 你很有热情 但是啊 太不成熟了 那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份 无用的计划 就是为了让你尽快地成熟起来呀 赶紧去打印吧 你 李思雨 是 我把它 思雨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思雨啊 走 不要往地上移去 不要去 必须去 去吧 爸 你等会儿我来啊 好嘞 慢点啊 在单位里受委屈了吧 没有 我们那个单位啊 我知道 那你还待了一辈子 那正好适合我呀 那你那性格你不行 肯定忍受不了 我把我们温温给得罪了 你这个孩子 你真是一点不像我 像你妈 小时候我挺怕我妈 我也怕 我一小都不希望自己像你 可是你骨子里啊 还是像她的多 还是像她的多 好强 不服输 好斗 爱叫争 其实我这次回来 就是不想再做这样的自己啊 这可由不得你啊 你一个人生来什么样的性格 该不了 你小时候 有一次奥数考了第三名 你妈打你了 还罚你不准吃饭 我心疼你啊 我就偷偷带你出去吃面 我跟你说 以后啊 咱不读奥数了 嘿 你一口就拒绝我了 还一边哭着骂你妈残忍 一边又跟我发誓 下一次我一定要考第一名 这事 哎呀你这种孩子啊 就算是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痛 当然痛 但是如果不让你上场 不让你去打去拼 你更痛 您的意思是 我还是应该努力打拼 我没说应该什么 我只是说 你的性格适合什么环境 回去吧 回去上海去吧 在这里我也可以打拼啊 我前两天刚请了老宅吃饭 这两天啊 看样子又要请老冯吃饭了 你呀你这种 好斗啊 爱教真的性格 你再多待两天 我一辈子攒得好人皮 好人缘 都让你给白光了 爸 咱这么一个屁大点的地方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你要是得罪了人 我跟你阿姨出去 见了人都不好意思 跟人打招呼 那上海不一样 上海那么大 是吧 这个你要是得罪人了 习惠去待不了了 咱就去静安区 静安区待不了 咱去黄埔区 浦东兴区 一辈子都见不了 可是我想多陪陪您 你这一辈子 你要是能改变性格 不带打打杀杀 像我这样 跟谁相处都乐呵呵的 还能天天陪着我 我当然开心了 可是你改不了啊 天天生梦气 天天不开心 我都替你难受啊 我我我我可说明白啊 我没有改你的意思 我是希望你能 找到一个更加 适合你的性格生活的地方 这样你才会开心啊 谢谢爸 我懂 搞得我都骑鸡皮疙瘩了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我怕你都骑鸡皮疙瘩了 我想问你个问题 你说 你爱过我妈吗 你妈那么优秀 谁不挨啊 那为什么 我妈走了之后 才几个月 你就结婚了 你妈走的时候 你才十二岁 正是最需要照顾 最需要引导的年龄 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教你 正好人家给我介绍了你阿姨 我记得第一次见面 她就问我 你喜欢什么口味 后来给你做了好多吃的 让我带给你 当时我就认定 这个女人一定会对你好 原来就是为我 那倒也不全是 也为我自己 你阿姨啊 跟你妈正好相干 她对我完全没有要求 思雨啊 我爱你妈 但是说真的 你阿姨也许更适合我 爸 您其实什么都明白 我又不傻啊 我就是不是进去的 我就是不是进去的 其实啊 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妈 但是生活得继续啊 很久我们死不去啊 你 Tay的 或者说 你回来 你们快要干嘛 我来 但是,我来 你快要给你 那我的老婆 你让我拿来